看看新闻榜 是为数不多的 但用舞蹈就把导师和观众 看得泪流满面的舞者 谁也没想到 二人合作的现代舞 《烛光里的妈妈》 竟然让了一项沉默寡言的导师 陈小春也当场落泪 我想对你说 花到嘴边有咽下 妈 我想对你笑 眼里却点点泪花 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 你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 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 刚才那段舞蹈很好 我完全理解是妈妈永远都是漂亮 哪怕我妈妈已经不在 今天老师给你变那个题材 让你们两个在舞台里面好看 好看 感动 对 感动 对 谢谢 我妈妈也住在很远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在生活中 像这样给我妈妈拥抱过 这么大声地喊过我妈妈 所以我 我觉得这个节目 跳出来了 我感动我自己了 我就够了 因为我想妈妈了 就是这样 沙嘎最难在舞台上为舞蹈全情投入 而陈小春这位导师则在台下被亲情深深感动 这份男人间的心心相惜 让两人在录制现场产生了极大的共鸣 沙嘎最难坦言 陈小春的泪他最懂 写小春老师哭 我觉得我可以想象得到的 因为就是像我刚才在台上采访的时候 郭爽没有哭 但是我憋不住我的情绪了 其实男人是比女人更脆弱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在这个点上 男人比女人更脆弱 或者说男人对妈妈那种 因为我估计小春老师 刚才说他妈妈也已经离开他了 他跟我一样就是在 我妈妈还在啊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跟我一样就是说 可能妈妈还在身边的时候 从来不会这么去表达感情 但是女儿可能会 经常给妈妈撒撒娇啊什么的 但是儿子不会 所以说 就是说在这种 这个点上 男人应该比女人更脆弱 或许是因为我们都习惯了 妈妈常在耳边的唠叨 习惯了妈妈对我们一切的关爱 又或者是因为东方人 天生内敛含蓄的爱 我们往往会把这份 对母亲的爱深买心底 而郭爽的一席话 也同样戳中了观众的泪点 因为我们心目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妈妈的形象 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的妈妈是年轻美丽的 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 妈妈老去的样子 在我心里 其实在我心里 我的妈妈永远是36岁的时候 那个样子 那时我10岁 她领着我到北京去考学 然后穿一个花裙子 然后我就 我觉得我妈妈特别漂亮 就是这个记忆 是在我脑海里 是最深刻的 我永远会想着我妈妈 那个时候的 那个年轻美丽的样子 舞台上的郭爽几度哽咽 虽然并没有像搭档 杀感俊男那样 善然内向 但在后台她告诉记者 其实自己也在拼命地 抑制情绪 我听说我妈那下 哭得稀里哗 不是 其实这个题材 很奇怪的 就是可能是 我们在排练当中吧 没有办法全都做出来 因为那个份感情是收着 就是多少是有一点收着的 就是在排练排练场的过程中 但是一到这个现场 真正来出来的这一片 你就发现那个感情 就覆水难收 你就根本就是控制不了情绪 因为我都没有想到 我跳完这支舞以后的情绪 是没法控制 因为我不想哭的 我就刚才在现场 我就使劲往里收 跳完以后 那个眼泪奔出来的时候 因为那一刻 好像就联想到了很多东西 有时候舞蹈有这个部分 他会让人勾起人的情感 你曾经有过的那种 很好 谢谢 这个是他们的舞蹈 谢谢 给我呈现了一个 美丽的妈妈 两人的全情投入 换来了导师和观众的一致认可 表演结束后 继续看到沙嘎俊南 仍在后台回看自己的舞蹈录像 此时此刻的他 依然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情绪 你被自己感动了是吗 很紧张 你自己被自己感动了 睡一场 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像我们俩其实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都是很小就出去上学了 很早很早我们就离开自己的母亲 其实像我们刚才在节目中那样的表现 其实说实话 就像刚才有老师点评说 我突然的那一声喊的 就是说觉得有一点点突然 其实说句心里话 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绪 我们跟妈妈都没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 我也从来没有这样抱过我妈妈 从来没有这样撕心裂肺的喊过一声妈妈 所以说我跳完以后 刚才下来郭爽也跟我说 他说他现在已经给人妻了 还有两个妈妈 然后我们俩就是觉得挺开心的 其实我们坚持了我们自己最早的一个信念 我们就是想感动所有的人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做到了 所以说我觉得其他的都不重要的 有人说歌曲的力量 是能让你听到来自内心最柔软的声音 而舞蹈是能让你感受到最令人动容的情感 就如沙嘎俊男所说 武林争霸这个舞台 让他跳出了自己 跳出了自己最想跳的舞蹈 这就足够 其他的都不重要 娱乐新片地 杨阳张立仁上海报道